不过说到了这边的台北电影节是不是真的没落了呢 1955年成立台北戏院 国片龙头也带动了电影节的商机 曾经很辉煌的 不过呢停业之后就荒废了蛮多年 店主本来还卖25亿 但是一直没有买家 专家当然也分析这个开价跟行情真的差太多了 因为西门町人这个电影节本身是在西门町的蛋白区 人潮并没有主机来得多 所以很多买主不敢下手 走进西门町闹区电影街上却出现一栋醒目 如同废墟的建筑物 露出高粱白墙受到日积月累 也出现斑驳脱落 它可是辉煌一时的台北戏院 1955年成立号称是国片龙头 带动商圈商机 却在1991年突然停业 30年过去了地主海卖25亿 却找不到买主接手 对于市场价格的认定的困难度 并不见得能够以一个高价的状况能够受除 本来规划开发商场 透过微老条例加速开发期程 但开价行情差太大 找不到买主 成了上亿废墟 加上商机实在不如从前 专家分析 以西门景运站出口周边淡黄区 人潮距极多 一瓶租金两万五到三万 一般小店面月租金十五万 但过了西宁南路后 人潮悉数被列为蛋白区 单品租金最高只剩下一万 五瓶小店面单月只要五万 但也没业者赶成足 时及西门町徒步区可以发现 确实以西宁南路为一个界线 往捷运站的方向 人潮相当的多 但是我们回头一转 往这个电影街的这个方向 人潮相较之下 确实少了非常的多 超行骰子牛 还在电影街周边 但人潮没了 营收一落千丈 业主喊出租 租金从十五万降到八万 还是找不到租客 捷运站那边会比较多 因为往后面的话 收了蛮多店的啦 我们这里算是蛋壳区吧 个案的降租 可能会因为房东的关系 会有两层到三层的降幅 店家自讽是蛋壳区 连蛋白都沾不上边 几年来业者苦撑 现在又碰上疫情 让商圈出现末路危机 店家隐隐期盼 却也不敢妄想 能在线过去辉煌景象 三立新五顾远松 中上台北